今天你到底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报名参加菲林莫属 因为我觉得学播音主持的人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当主持人吧 然后就可以有多方面的考虑 不是想仅仅居住于一个职业 我想问你一下 我们是我是还配玩具的 我们每周六周日有很多的路演 我们需要主持人 那你酒吧兼职这份工作怎么办 酒吧兼职是这样 我一周只要上班四天班就可以 也就是一周上足四天班 就可以现在 那等于说我这里是兼职 那一边是 你那个晚上 那个酒吧主持人是晚上几点开始上班 晚上九点半 所以不冲突是吧 到几点 到凌晨三点 跟我们说过就是你 等等等等 这还不冲突啊 有四天晚上从九点半 上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半 然后上完之后 八点钟又上班去了 八点钟再来上班 老师 因为他每周啊 就是有四天 是从九点到零点三点 对 我就问一下 你实际的情况 现在你学习的情况怎么样呢 有没有挂个课吧 三年你挂了几课 没有挂过 没挂过课 对 我不明白为什么酒吧兼职对你这么重要 所以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说是什么原因 这个职业对你这么重要 嗯 酒吧兼职对我来说 因为我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 而那个学费 一年就会比较昂贵 我需要为家里 负担一些 你的酒吧兼职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酒吧一个月了 你的收拾的能有多少 一个月七八千 七八千 那你下面的规划是什么 我想呢 是能够先让自己 就是用金钱强大起来 我一定要讲话 我要帮刘宁讲话 我觉得你们刚才的问题 都特别的传统思维 谁告诉你们 上大学一定要考过四级 谁告诉你们说 大学我一定要拿到毕业证 我反倒认为 刘宁现在的做法很好 谁说找到一个 这种工作 一定是正当工作 谁说他在酒吧兼职 就不是个正当工作 没有人说 他没有钱 就是我们的我问一下 没有人说 刚才刘宁专门说了 他家的经济条件一般 父母掏着钱 上着学 上四年 连个毕业证都不拿 为什么要花那四年 我就觉得 大家教育观念上 肯定是 我都觉得太传统 我是一个大学老师 我把这个讨论 最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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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到我的底线 丁秀红 不要拿成功来说 什么叫成功 什么叫成功人士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我们上大学的钱 都是父母掏的 很多同学都是父母掏的钱 父母掏钱掏四年 你连个毕业证都拿不了 你怎么跟爸妈交代 第三句话 丁秀红 你们公司 招人的时候 欢迎 没有学历的 学历是不是一个门槛 是的 但是这里的逻辑错误在哪里 我们说了 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 他的个性发展 我们说不是要求每一个同学 你都可以不去拿大学别证 我觉得刘灵 他现在干的工作 其实就是他想要的 他的专场 你说 他的专业 他的专业是学波音的 你觉得这是专业吗 你觉得在酒吧里面暖场 是波音主持专业的专业吗 酒吧里的暖场 他也是需要用到很多这方面的 那叫专业吗 那不需要学波音主持专业 那不需要高中毕业 性格开朗 会跳舞就可以去 波音主持专业 把酒吧暖场当作专业诉求 你不要侮辱这专业行不行啊 你开什么玩笑 我最讨厌有一些商人 自己的公司挑人的时候 非本格毕业 不要 双重标准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说 支持个性 支持选择 他个性选择完了之后 他没有一个大学毕业证 他以后找不到工作 非你莫属的平台天天为他开 新读书无用论 就是你们这些商人 没事就说 挣钱就成功 挣肖个屁用啊 没知识挣肖个屁用 人说钱就了不起 拿到大学毕业证就是成功 这也是错误的 没有人说拿到大学毕业证就一定能成功 不要没事就鼓励 你很好 不要毕业 有个性 有个性 你把他们家的四年的大学学费还给他 我让他退学 你先还 而且人家花的四年的时间成本算不算成本 时间是巨大的费 学习是有多种模式的 我始终相信 秀红你大学毕业了吗 你学那些成功人士退学挣钱啊 你现在就跑到你毕业的大学 把毕业证还给他 说我现在重新反映自己的人生 我错了 还给你 站着说话不要疼 自己过了那个坎之后 去告诉其他的现在陷入困惑的 陷入迷茫的小朋友 我鼓励你 气死我了 我不生刘宁的气 我生他的气 我觉得刘宁 作为一个大三的学生 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现在有困惑 有困惑来 今天找到找不到工作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各位大哥大姐叔叔大爷 你们说 小伙子你回去啊 给你这么个建议 一二三 行了 回去吧 他不带那个深风点火 那叫深阴风点鬼火 我还是要说 小伙子 你现在站的角度 因为你毕竟是大学老师 我觉得你的身份 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不客观 如果这份简历 放到他们公司 你问他会要吗 如果不是在今天这个平台上 他会去跟刘宁对话吗 朱虹 以你这么漂亮 我觉得你和他说话 都是对自己的侮辱 我保留我的观点好吧 可以 你可以保留 但是不能往外伤